娱乐圈 明星有了话题就肯定会有更多的热点 有了热点就会有增加名气的机会 有了名气才能串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一条食物链 与我们这些为工作拼命奋斗的人是一样的 可是吃瓜群众吗 看惯着打扮非常时尚善气的活动现场 你突然间看到一个打扮特别普通的明星 反而有些不适应了呢 被网友称之为只有太阳能黑的古剑乐 今年已经48岁的古剑乐 在参加一活动的时候 反而因为穿得太普通了 而受到媒体记者的关注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现场图片 第一个座位上就坐着古剑乐 旁边来参加活动的人 一般都穿着西装配着衬衫 穿着很正式 但是古剑乐却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灰白色帆领外套 裤子穿着一片土黄色的休闲裤 穿一双白色的鞋子 早一看很像早上出门的遛狗大叔 我想娱乐圈里面也只有古剑乐 敢穿的这么普通随意参加活动了吧 虽然古剑乐穿了一副遛狗大叔的样子 但他依旧成为了全场最近的载 没有办法 古剑乐的男神的光环就是这么强大 不管怎么穿大家都很帅 之所以古剑乐会被网友说 只有太阳能黑的男人 是因为古剑乐这么多年 一直很低调的做慈善事业 善良的品行早就已经超脱了外在的形象了 网友们对他的喜爱不单单只有是颜值穿搭这么简单了 古剑乐现象一个影视大侠存在 需要他在的地方星光异异 在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他低调坐着 但是网友们觉得古剑乐不管怎么穿 无论走到哪儿 他都是全场最近的仔 最后放一张古仔开门给太阳黑石的帅照 祝大 家幸福安康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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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